大家好,欢迎来到 我出自我生活的商业方式 我是陈云翰 今天再次带给你一个新的冥想 和你自己高卧联合在一起 今天的主题就是怎么去取消 或者是减少,唠叨减少 想要控制事情 控制人 有长长时间 常常我会听见我的客户 说他们在情侣的关系中 或者在父母亲和家人的关系中 常常会遇见这种情形 就是一个人想要控制另外一个人 而想要做出很多 敬意让另外一个人改变 或者是要出门的时候 会有很多不同的 啰嗦的形象 而会导致一些不耐烦 而且一些挫折 或者是一些烦恼 所以我们今天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这一件 这一个现象 放开,放松和放大 然后呢 就是把它全部放下 然后把高我的能量放进 引进体内 然后呢 放开放大 所以今天这是一个很快的一个冥想 准备好的时候 把手先举起往上呼吸 深呼吸 是在巴厘岛的一个岛上 右手搬着左手往一边搬 吸气吐气 另外一只手吸气吐气 准备好的时候 手心往上直 放在膝盖上 进去吸气和吐气 现在巴厘岛的一个小岛上 现在马上要去做花板的东西 所以蛮好玩的 想象一个明亮的光芒 就是你的高我 你的最耐心的部分 最温和的部分 最吸引人的部分 而最明亮的部分 请让它从你的头顶上 通过光芒进入身体 用吸气的方式吸气 然后吐气时呢 想象一个树根 从你的臀部往地的中央 进入地球的中央 让它取消和消化所有的负能量 在身体中的负能量 吐气 吸进光芒 突出负能量 同时间想象蓝色和紫色光芒 到处围绕着 这光芒蓝色紫色光芒 能够同时间消化 你所有想要控制东西的 想要去计较的 想要去影响的事情 不需要你影响的事情 全部放开 吸气 放下 再一次 吸气 放下 真的让你自己 和你所有想要控制的事情 放开 吸气 从你背后吐气 吸气到你心中 完全放下所有的烦恼和思考 信任自己能够真正的找出最适合的事情去 关心 而不用去过于的关心一些事情 吸气 吸气 吐气 吸气 你最自在最自由而最关心的高我 吸气 吐气 吸气 吸气 吸气最快乐的自我 最平静的自我 而吐气所有不和他和谐的能量 再次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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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 现在渐渐的把眼睛张开 回到当下 今天就到此为止 现在马上要出去吃完早餐 就要出去了 出去做一些运动 在海上游玩 然后呢 马上也会跟你们分享一下这是什么 今天只最后一天在这个野树里面 然后呢 好吃好吃 喜欢的话请点击声like 当然subscribe 你能够subscribe的话呢 就可以常常听到我们今天这几次的冥想 而且冥想是关于客户想要知道的冥想 所以如果你想要一个特殊的冥想 你也可以在评语下写下你所需要的 或者是你现在在做的事情 让我知道一下怎么能够帮助你 下次再见